新年快乐啊各位朋友 我是LeoDiscord中文区的EVER 2024年的第一支影片献给我们的老朋友 NandoAI 今天由我来带大家看看最近的更新 没错 Leo的平台上又有新玩具啦 不仅加入了即使生成的行列 也上架了影片生成功能 如果你还不认识Leo 让我为你简短的介绍一下 它是一个在网页上使用的AI绘图工具 集结了从训练到生成到后期的各式各样功能 以暂时解决你所有需求 不需要学习复杂的技巧 Leo的辅助强化一直都做得非常好 不需要额外安装花里护哨的外画 Leo把市面上知名功能都整合进了 好用又易懂的界面之中 随开即用 并且它还有使用体验非常良好的手机版App 虽然目前仅iOS有三架Android版还在规划中 接下来我们就来瞧瞧这三项新功能 即时画布 即时生存 和动态影片 先来看看前阵子的大人们 即时画布RealTime Penrose 自从LCM和SDSL Turbo发布之后 AI串图的生存时间被缩短到了 几乎可以跟你输入干涉的速度同步的状态 有试用过本季安装版本的朋友 应该都会发现 超高速的生存目前来说 多少伴随了一点画面品质的牺牲 通常即时生存完后的图像 后续还是要进行一些重绘跟放大 才能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 这种事后 如果没有电脑或是电脑硬体不过好的朋友 可能会被困在这一步 但是Leo完全解决了这点 他本身就自带有很强的Alchemy 来辅助生存时的风格跟细节 生存后不满意 你还可以使用Alchemy Refiner来重绘跟矫正 Leo的即时涂鸦生存 我认为目前在App版的表现比网页版更好一点 没意思 App版读取的笔刷工具是App自带的那套 那套有感压 我真的很需要感压 真心希望网页版以后也能有感压 感压是我的神 接触电汇的朋友应该都有同感 就是当你的感压突然掉掉的时候 你整个人就会瞬间变得很焦虑 然后开始插帕你把支线啊 重开PS啊 或是去到外面用别人电脑的时候 那个板子插上去你发现 它没撞驱动啊 然后不管怎么样 你就是想先把那个驱动给装了 再继续你本来要做的事 扯远啦 可以从首页上方的功能导览点下来进入即时画布 也可以从左边找到RealTime Canvas的页面按钮 免费载能使用的是Interactive模式 你的每一个动作都要在完成后才会开始生成变化 动作是否完成是依靠你的滑鼠 或比先放墨放开来判定的 真正在涂摇过程中每一秒都会即时生成图像的RealTime模式 目前只开放给付费在门 但是说真的使用爽感上差不会很多 进入画布后中间这两块左边是你可以涂鸦的部分 右边是它生成的结果涂鸦区块分成两部分 这个我们等一下再介绍 生成结果上面的这个按钮是让你可以一键把图像丢到左边涂鸦区 左边是你的涂鸦工具 第一个可以上传图片 第二个是选取工具 下面是香皮擦跟笔刷 再来是色盘和笔刷大小 色盘分为底色跟笔刷两个区块 除了可以细色也可以调整透明度 最后是复原跟重做还有清空画面 正下方是设置区 虽然不写Prom也可以生成 但是该写的还是要写啦 有写好Prom真的会事半功倍啦 Prom方块左边的小按钮是你可以设guidance skill和刷seed的地方 这个high quality只有付费用户可以打开 右边的creativity strength就是调整你的涂鸦对结果的影响权重 它其实跟涂生涂的strength是一样的意思 只不过是反 哦不对 应该说会比较接近resonance的用法 这样说可能好明白一点吗 你稍微拉着滑一下就会明白了 即使涂鸦生成说白了就是高速计算的涂生涂 除了速度之外 其实并不是什么陌生到你需要从头学起的功能 再来这个也不陌生吧 它就是alchemy的preset 跟付费仔们平常在纹身图会看到的preset有几个不同 但基本差不多 最后这个是切换interactive和real-time模式用的 右上方你会看到四个按钮 Instant Refine可以不耗币就让你快速预览一下 refine后的效果大概是怎么样 你也可以直接保存这个结果 注意它跟实际上alchemy的refine 转出来的效果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旁边的upscale image就是使用refine来做upscale 在它右边的指纹点开可以设定你要使用的refine等级 最右边则是直接下载目前的生成结果光丽的图像 如果你点了Instant Refine 它会下载Instant Refine后的 也就是你此刻眼睛所见的这个图像 偷偷说的是 我发现应该是因为最近这些更新的缘故 目前免费载似乎是可以使用到refine的 原本所付费的那个蛋船出了点bar 当然币还是要画的 但如果你看到影片的时候 这个bar还没被修复 那你可以趁乱体验一下refine到底有多点 至于这两个图要矿的区别 其实说简单也很 一个是图像生成 一个是局部重绘 从头设的draw切换到inpin 会自动把你当前的output draw to input 因为你在inpin里面就是要微调修改这张目前的成品嘛 但是光按这个output to input pin 不会把你切换到inpin 这两个按钮并不是功能相同的按钮 在inpin模式下 我们没有上AiTales那边有制造工序嘛 所以它这边的判定是 你笔刷所及的区域 就算制造范围 或说要影片的范围 在这个范围之外的地方都不会被更改 如果在draw的话 任何一个笔画都会让整张图重新生成一次 俗话说千一发而动全身 有时候事情确实会逐渐朝着大势以去的方向发展 所以影片有它存在的意义 这玩意儿棒在哪呢 它最棒的点其实不在于深层的速度啊 品质啊 或是你能不能涂鸦这点 而是它跑图无用壁 纯图无用壁 整个功能里面 仅仅只有当你upskill的时候才会耗壁 超棒了 你可以在这里毫无压力的玩一整天 界面就有这么点设置 没有调整画布大小的地方 不能选择模型也不能写反向 还有不能关闭Alchemy 剩下的就靠你自己的手了哈 后面简单分享一下我使用上的习惯 给各位参考一下 我喜欢黑背景起手 因为平常 纹身图要卡黑背景其实蛮难的 所以既然都这样了对吧 就嗯 总之我喜欢黑背景起手 然后先给个简单的prom 后面会陆续加 Create DVD一般不会拉超过0.6 通常如果没打算太认真话 就开在0.5-0.8之间 有要认真话就开0.25-0.49之间 看情况会跟Preset一起调整 去找我要的感觉 通常是画一画 调一下设定 补一下prom 然后 然后一直不满意的话 我就会开始刷sit 我跟你们说 在及时画布这边玩 Fixsit一定要打开 在主图五度的时候 你会发现刷sit 究竟可以有多快了 我喜欢用Anime Concept Environment Painting 这几个Preset 有时候 Product在一些表现材料 质感的绘画上 会有奇效 在做写实类型的生成的时候 我优先尝试Cinematic 而不是Photography 不过我会在Prompt里面写Photography 再来我们看即时画布上线后 大概半个月还是一个月 请跟着上线的即时生成 Real Time Gen 它跟前面那个即时画布啊 时间的关系跟文身图和图身图的关系差不多 介面上则是更加简单了 它只是一个显示生成结果的框在中间 旁边是Lora 下面写Prom 选择Preset 刷sit 没有Instant Refiner 但跟即时画布一样 只要你不使用到Alchemy Refiner 就不会消耗代币 它同样不能设置画布尺寸或选择模型 也没有反向 甚至没有Guidance 你可以用它来熟悉Lora拳中的TLK 以及初步设置你的Prom 有些朋友可会想 如果最大的区别在于 输入的涂鸦加Prom 还是单纯的Prom 为什么不把它们做成同一个功能就好了 我要拆两个 拆啦 我拆的哦 即时画布在开发的时候 主要应该是为了追赶 LCM当时的话题度跟吸引力 不能让KREA赚免于钱嘛 应该模型用的是LCM DreamTripper 或是DreamTripper套LCM Lora 不过针对这点 我没有很严谨的去测试过 因为它毕竟还有涂鸦干涩的部分 加上经过了Alchemy 会比较难判断出它源头的模型 甚至可能用的不是DreamTripper 是其他模型去套LCM 或是你有自己经验出来的 某个模型的LCM模型 但即使生成的线索就蛮明显的 不是LCM的XL Lora 就是用XL出国那个模型 我觉得用的是XL出国的可能性更大 这些假设都成立的话 它们两个使用的模型是完全不同的 对参数设置的要求也不同 LCM的部分之前介绍影片讲过了 Turbo则是有明显表示 Guidance Scale或Negative Prom都是不采用的 这大概是为什么他们要把这两个功能分开做的原因 各有各的好 挑喜欢的玩就可以 最后来说一下 终于我们也有自己的3秒影片生成功能了 动态影片Motion 你可以在文生图界面的生成结果上找到这个功能的按钮 也可以在你的Personal Feed里面找到 移动滑干来决定动态幅度 免费仔还是一样不能选非公开 付费仔的话要注意它预设生成结果是公开 不想公开就得记得改 生成结果会作为一次生成记录显示在文生图界面下方 以及你的Personal Feed里面 其实还蛮喜欢Leo的即时画布真成结果 毕竟我很喜欢Refined嘛 省了我很多麻烦 跟之前跑过的KREA 虽然同为即时涂鸦生成 但各有各的风格和优缺点 Leo对我来说一直以来的问题都没变 是优点也同时是缺点 就是它的控制项太少 风格固化太严重 这在即时生成系列的两个功能里面 也还是一样没变 但总体来说它确实是省力的且好用的 加上社群很温暖很活跃 是一个会让人产生感情的地方哦 至于Motion就说实话 我自己现在是完全对这个功能没有兴趣 但我点开发现它不能输入Pro 除了效果不明的MotionStrength外 没有任何其他的参数设置 转移是还要花25B 我同一个图如果要测抑制10程度的动态 得花250B 更别说因为设置过少 你无法预计它给你的是说法 还是旋转还是平移 也可能是眨眼或微笑或光风下雨 我很抱歉得这样说 但在我看来这功能还是个半成品 它的影片品质是不错 跟Pika比的话 但它那个趋近于0的可控性 只能说很可惜 希望未来可以增加一些基础的控制项 既然这次讲到了一些真的不算是报的性格 不免还是要再说一次 如果你是刚认识利友 或是有在使用但没有加入Discourse社群的朋友 我想告诉你 利友的开发团队 其实非常重视用户的使用体验跟反规 他们一直都有在更新微调界面的安排 让使用上能够更舒适易懂 帮助新手降低门槛 也让老手持续获得更好的体验 如果你对利友有任何意见想提出 也不需要担心自己不会英文怎么办 加入利友的官方Discourse 找到中文区 你可以在这边进行意见反规和提问 我们还有一个工人许愿区讨论串 你可以许愿想要的功能 都会有专人 AKA我们的教终帮你翻译上报给开发团队 利友大概是我见到过的中文使用者 跟国外团队距离最近的一个AI工具了 好的 希望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 有任何问题或心得 可以在下面留言喜欢的话 帮我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把影片分享给你对AI转图感兴趣的朋友 感谢各位收看